大家好,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和大家分享煮食 今天我会做一个湯 西洋菜煲咸猪手 材料很容易买到 一般的超市都可以买 咸猪手我买了四十多元 很大一斤 一斤西洋菜 现在的西洋菜都很漂亮 还有红萝卜或者甘筍 我小的就用两条 如果大的用一条都够了 就两个蜜棗 还有些蓝不肯的 西洋菜首先用流动的水 把它冲一下 把它冲洗干净 冲洗干净 放入水浸 加两斤盐 浸一下 如果有些小蟲 浸一下 它就会脱出 浸大约半个小时 咸猪手 冲一下 把它冲一下 冲一下 水 一出水 就可以捞起 浸完之后 把它冲一下 这些老的就不要了 这些老的就不要了 把皮洗干净 它的表皮都不太髒 皮也是可以要的 切� treating 鸡蛋 我今天用电锅 因为天气太热了 如果用雅煲和其他煲汤煲都一样 没所谓的 现在先放猪手 红萝卜 加入蜜棗 南北肯 加入水 现在是煲汤模式 大约煲2小时 先煲1小时 再加入西洋菜 大约1小时 再加入西洋菜 大约1小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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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再煲 好了 汤就煲好了 看一只猪手还是很完整的 可以捞它上来切的 就可以了 将猪手摊到手温可接受的程度 就可以将它起骨切片 起骨之后就将它切片 切好了 这个也可以做一个菜 就这样吃都已经很好吃了 或者喜欢点其他酱汁吃都可以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西洋菜煲 咸猪手 如果喜欢加果皮 也可以加果皮 它煲好就已经刚刚够味了 也不需要加盐 可以清肺热 降火 喜欢的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按旁边的小钟 多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